大家好,我是Dane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在韩网收到很多关注的五个消息 三代女团Lovely级成员Imiju 与足球选手Zongbong承认恋爱了 4月18号,Imiju的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他们彼此有好感,正在谨慎地了解对方 希望大家能以温暖的目光守望 但其实在公司确认之前 两个人就在IG发布了一起去日本旅游的照片 光明正大的做Lobster了 哈哈,没拍到一张合照就有这种报道 还感觉很奇怪了呢 去看了一下IG照片 原来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隐藏呢 这种程度的IG照片根本就是 拜托大家赶快知道吧的程度了 最近公开恋爱的女爱同门的男友们 和我想象的相差好多 很好奇Normia Moaga那里会有什么反应 4月16号,Fifty Fifty的所属公司 Attracted和全代表 以散布虚假信息民运毁损 对SPS可可下58的两位制作人提告了 Attracted的法律代理人表示 在未确认事实的情况下 节目中播放了偏朴的内容 此行为损害了Attracted和乔农军代表的名义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决定提起诉讼 SPS可可下格西普达在去年8月19号 播出了一集名为 皮利波德和女团 是谁摧毁了他们的翅膀 但节目播出后 可可下格西普达面临了观众们严厉批评 大部分的观众们都表示 内容根本就是在护航背叛的三位成员 该集收到了大约1146件的投诉 让可可下格西普达成为了 接受最多投诉的韩国节目 可可下格西普达被告是活该 我本来也是忠实观众 但从50片之后就不再看了 可可下格西普达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走下坡 现在播放什么都不会引起话题 代表慢慢的一步一步处理所有事情 真的太帅了 4月18号 韩索宇在iG上传了 山川自己代言的品牌照片 但特别的是 韩索宇也上传了一张 几年前夏天拍的照片 照片中可以看到韩索宇坐在地铁站的地板上 合掌祈祷的样子 而她在iGPO照片的消息 马上就登上了热搜一位 真的很漂亮 氛围也独一无二 如果她能少说点话 少用点社交媒体的话 真的是个很棒的演员 还好她看起来心理素质很强 这是一件好事 希望透过这次的事件 能让她有更多的思考和成长 亨纳在一个网络节目中 向主持人宣耀了 她设定为手机捉布的 与勇俊俊的情侣照 亨纳表示 每当看到这张与勇俊俊俊的情侣照 就感到一股力量 恋爱真的很棒 同时她也表达了 对勇俊俊俊深深的爱意 而主持人间接提到 自己曾担心 亨纳因与勇俊俊的公开恋爱 所收到的网友们的攻击 但亨纳回应说 我很感激遇到了给我勇气的人 如果一直关注别人的眼光和评价 有时会失去对自己幸福的价值观 所以我专注于我的现在 展示了她不受外界影响的态度 那些不是酸言是在关心你 哎 如果连至少是真心支持你的粉丝们 出于担忧而说的话 也当作是酸言的话 到底是想要怎样啊 走自己的路是很好 但最起码要会区分 酸言和粉丝们的声音吧 目前在陆军第二军团的双龙部队 伏兵一的BTSV的照片 轰动了汉王 照片中能看到 V穿着贴有军事警察徽章的黑色战斗服 参加训练 他剪短了头发 戴着口罩 但他强而有力的眼神 面对镜头时 什么呀 太帅了 简直是疯狂水准 我还以为是ND预告片呢 我还以为是会公开影片 所以赶紧点击来了 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动图呢 真的很惊人 本来就知道V很帅 但他的眼神真的太吸引人了 虽然只露出了眼睛 而且照片的画质也不是很好 但仍然有一种压斗性的感觉 是不是 啊 啊